终于到了 身后就是华沙的土地场 现在是6点多 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呢 我在这边就是钻子 刚才跟雕像照了一张像 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建筑是有 红和白两种颜色 就是波兰的国旗 然后我现在位置啊 离它这个比较近所以呢 可能看不到全景 我可以旋转一下我的摄像头 这边晚上的话 人是很少的 偶尔有一些游客 下面是一个大广场 几乎没人 然后刚才有个大哥在那练 他的那个轮滑 这是那个雕像 现在我们上去看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 特殊的景色 但基本上来说呢 球场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现在 往上走 哎呦我天呐 说实在真有点累啊 今天我回去啊 还得写一个那个论文的proposal 我要准备申请瑞典的博士 匈牙利的这个奖金给太少了 那个匈牙利的奖金是怎么的呢 就是免除学费 然后给一个生活费 生活费一个月是2000块钱 然后呢 加上保险 看似很多 但实际上匈牙利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那个学费啊 基本上等于零 然后那个 主要是生活费这一块 生活费吃饭1000块钱是够了 可是住宿1000块钱就不够 所以他给2000块钱呢 就不是一个特别够用够花的这么一个钱 但是他这1000块钱怎么算的呢 他是算你住那个宿舍 所谓的三人宿舍的话呢 他是1000块钱 那个单人间的话呢 1000块钱是租不下来的 同时 这个 学校的这个 哎呀 我现在 就是缺氧啊 这个说话有点这个迟钝 就是说你想出去租房子 基本上在不搭配是现在这个房价来看的话 怎么也得2500 就算上水费电费什么的 2500如果说一说 如果你是租房子基本上不够用 然后你说那你可以合租啊 我说的2500就是合租的价格 你要是 自己住那就更贵了 基本上是3500 4000 所以说这个钱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没学费啊 他是一个工商管理类的硕士 哎呀 这就是说到这里就很悔恨了 想当初啊 我就不应该 这个 花钱读他这个硕士 太他妈二逼了 可是事已至此 没有别无选择 这是他的路口 都已经封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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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